2015年8月4号 百隔时事问里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批评发问不是罪 对于高官们纷纷出言恫吓 网民好自为之 光明日报铺沫 钻栏作者戴志强写道 高官们好像忘了 执政党并不是拥有这个政府和国家 只是受到人民委托去管理政府 大马是民主选举的议会和政府 因此打正旗号要在民主选举推翻政府 并不是一种诽谤 粘动或罪行 而是一种政治立场 因此修身起家 然后治国平天下 政府高官当从自身做起 只要没有行差他错 就没有必要害怕人民的质问和批评 接着是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媒体比政客长命 针对首相表示 必须严打网络判官这股歪风 而副首相则说将直接对付 扭曲事实的媒体 中国报专栏作者甄子权质问 网络判官打得死吗 而媒体还不够自律吗 反的是国际政府应该从中反省 多多学习 问他老是错的都是别人 会不会是形象太差 还是患有被害妄想症呢 好事坏事都是很好的老师 政府不能只准喜鹊报喜 不许乌鸦报凶 网络判官有净化和自省作用 而政客的口 法律的手永不能取代媒体自律 因为媒体比政客长命 媒体自律靠的是良心伦理和修养 如果一切听政府的早就死翘翘了